嗨 早安 看到我現在連妝都沒化好 我已經進來馬場了 因為今天就是要拍 之前跟大家提過的 在馬會的節目 今天天氣一早起床 很不舒服 它又不是熱 但一起床就已經感覺到很危局 很濕粒粒的 但是現在出來 天氣又陰陰的 又有一點微風 整個人好像黏粒粒的 我已經下班了 現在就先回家了 因為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行程 就是我們終於出去看一看 我們來下年結婚的酒店 超瘋的 我們一直都在這裡拖 其實這兩個月都忍著有很多人問我 你頂了日子沒有? 然後我都說沒有 因為我們兩個一直都沒有這個時間去出去 真的看我們想買酒的酒店 現在已經是來到11月尾了 但是因為Gary剛剛才起床 我就要等他出來跟我吃完東西 而且因為我那天出來之後 我覺得有點冷 所以我現在決定要回家換好衣服 然後再跟他一起出力 我已經回到家 還有拆了頭去 換了一件長袖衣服 但是現在的天氣突然出太陽 而且是大藍天 我等Gary閉上頭就可以出去 所以跟大家開箱一下 最近收到這幾款Castify的新Case 因為我和Gary現在都在用iPhone11 在iPhone14出之前 其實我們都想著 這次一定會換相機 雖然現在都還沒拿到新機 但我已經急不及待 選了一些14Pro Max的電話殼 因為我們兩個 這次都是想著會轉Pro Max 因為現在有時拍vlog的時候 有些 footage 我都是會用電話拍的 所以一向都是想著轉做Pro 因為我本身是在用11 然後應該有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女生要轉Pro Max 不會覺得很大部 但其實我本身這隻手都真的蠻大的 我都已經去Apple那裡拿過Pro Max 上手兩次了 其實都可以接手都不算很重 再加上我自己的電話 我是不會帶褲袋的 是長期都會把電話放回袋 又或者是手拿著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OK的 給大家看看這三款 今次在Castify選的電話殼 超漂亮 我收到之後全部都很喜歡 雖然平時Castify的電話殼 都真的挺貴的 但因為它們款多 而且質量都很好 好像我現在手上 我現在十一用這個Case 一直都是Castify的Case 已經是用了大半年了 但都是保持得很好 如果大家一直都想買的話 現在就是機會了 因為Castify在Black Friday 有一個超級厲害的優惠 由今天開始 他們的電話殼是一件 八五折 兩件 七五折 三件是七折 除了可以用一個超優惠的價錢 去買到iPhone14的產品之外 如果大家看到我這條片 去到我Infobox下面 用過一條link去買東西 買到三件有七折之外 還會送你一張50元的Foucher 下次買東西可以當現金用的 平時聯成系列是不會可以用到任何現金券 但今次送給大家的這張50元Foucher 連聯成系列都可以用的 好像我現在手上這一堆產品 其實原價本身也要二千多元 但現在有七折 再加上有張50元的現金券落袋 加起來也省了六百多元 接下來就快聖誕節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趁現在有這麼厲害的優惠 去買幾件做聖誕禮物也可以 又或者是跟Franc一起合分去買 這樣就最划算了 我會在Infobox那裡放Castify的官網 以及今次的優惠詳情 跟大家分享我選了這幾款的Case 首先我剛剛也有說過 我自己用的這個iPhone11 就是用它們的強項防複手機殼 我選到這一款也是給Gary 其實是Gary自己選的 看到這個圖案超搞笑 是有一個人然後對著四方八面去舉中置 可以看到這位人興對於陳世間的粉絲之族 Gary就是自己選了這個Case 我想可能也在反映他的內心世界 除了這一款之外 他們也伸出了Bounce極強防複手機殼 在升級之後 這款電話殼是比起以往的產品 提供高達20%的額外保護 還有它有一個獨特的螺旋圓設計 可以令到衝擊力更加平均地分散 就算電話跌落地也不會傷的 我選這一款就是黑白格仔旗盤的pattern 上面有一個slogan 整個配色我覺得看起來是超級搶眼 加上我自己本身超喜歡黑白旗盤底 還有它slogan後面的粉紅色底 我覺得也很漂亮 另一款就是這款升級版的鏡面電話殼 其實它的鏡面真的蠻清晰的 大家如果是女生就知道了 真的經常逛逛逛在街上 都會很想突然照一照鏡看自己的樣子 所以用這一款case 就好像可以帶了一塊隨身鏡出街 超級方便 我選的這一款 它就不是整個都是鏡面來的 是零零射射 中間這個位置畫了一塊鏡出來 然後旁邊也是有一個紫色的pattern圍著它 加上有些暈 重點是整個case的主色調其實都是粉紅色 超重小女心 還有最方便就是這三款case都是可以用到MagSafe的 還有就是這條可拆式手機帶 我自己本身的電話都有扣到這個扣在這裡 因為我超級喜歡用這條帶 是超方便的 特別是有時候出去工作的話 都不會整天都想電話握在手上 用了這條帶就可以握在身上就方便很多了 它的安裝方法其實都很簡單 真的就這樣把這個扣放在電話case裡面就已經OK了 大部份電話都適用的 再加上這條帶都可以隨意調節它的長度 而且還要防水防汗防敏感 用完之後真的回不了頭 最後再提多次大家 Castify的Black Friday優惠 由今天就會開始的 大家在掃貨的時候 記得要用我Infobox那條link 用那條link買東西的話 就會押外送你50元foucher 下次當現金券用的 真心買三件以上是最低的 所以大家都快點叫朋友一起去夾單啦 我們剛剛已經出了門口了 因為其實那些酒店 Suppose我們應該是要在他們5點鐘 應該是負責已匯報的同事 下班之前要去到的 所以我們都有一點點趕時間 現在就在家附近一間茶餐廳坐下來 快點吃個lunch 然後我們就會出發的 我們現在就決定出發去北角 看了兩間酒店先 但其實我們是完全沒有做任何booking之類的 因為一流他又沒有時間搞 然後我自己是極懶 每一次我按到入他的酒店網站 我看到他的方法要貼很多個字 之後我就會開始不想再看 我又不想每一間酒店都打一些相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決定今天在Walk in 走進去看看 撞一下 坐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理會我們 現在就去碰一下運氣 不過有兩間酒店 其實兩間都各有各好 其實你有沒有看過 有 那我想問你有沒有覺得哪一間你是合眼圓的 貴的那些都ok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很想 正婚的時候是有戶外行禮 但是到賺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香港有戶外行禮的酒店 真的不是很多 如果不是就很貴 真的要去到一些酒店現場去看一看 感覺一下那個ballroom 又或者戶外行禮是怎樣才行 因為我也很想在一個綠油油的背景 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一開始也有想過好不去一些遠一點的地方 好像元朗 錦田 那些人大埔 都說有些詳細可以做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喜歡那些西式婚禮 擔心如果我們的親友 老人家去到那麼遠 那又辛苦了 原來如果我們選擇那個日子的天氣熱 又再辛苦一些 未必會是很適合他們口味 所以我們就在想 不如還是選擇酒店會不會好一些 我們剛剛就已經看完 不過其中一間是Hier Cedric 我們就打了去另外一間Harmor Grand 問問一下今天有沒有看 結果另外一間酒店 我說今天他們是真的沒有時間看的 但他們剛剛都寄了一些包包過來我的電郵 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會直接再出金鐘 或者是灣仔 看看另外兩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今天看到這一間其實也挺好彩的 大家不要和我們走過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在戶外的話 其實那個天氣真的變化抹差 好像今天這樣 今早我出門口的時候不是有個天徑陰的 然後剛剛是突然間出了一個大藍天出來 所以其實剛剛看戶外禮物的位置 都會覺得很漂亮 這件事是真的沒有人控制到 究竟你Big Day那天會不會出現一個這樣的藍天的 可能有些地方 哇 你看現在曬到 可能有些地方我們有問過 如果是真的那天下雨 又未必會有比較好的計劃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考慮這件事 我們剛剛本來是打算去看金鐘或者灣仔 其中一間酒店的 但是打過電話去 接著都說今天沒辦法做到walk in 然後我們就再打一會去做 他們又剛好四點半的時候 他們說可以今天去看看場 所以我們今天突然間很浪漫地搭到海 小倫過海 哇 好漂亮啊 現在尖沙咀海港城這個 已經有這麼大棵聖誕樹在這裡了 好熱啊 現在 對啦 看到聖誕樹跟天氣完全不合格 對啦 看到聖誕樹跟天氣完全不合格 我們已經回家了 今天其實總括而言就是走了三間酒店 開始形成了時事 有些地方是真的要取捨 就是要多看兩三間 再去比較一下 但今天真的走了三間我覺得超級累 我的腳已經是很遠了 我們真的太累了 所以剛剛一直回來都在研究 不如吃點好東西 然後今天我真的很想吃麻辣湯底 所以我們又再來六一六 雖然之前好像拍片也有兩三次 有拍過我們經常都吃六一六 之後好像一路都抽不到時間 是糖吃打火鍋 其實火鍋都好像很久沒有打過 所以這樣很開心 剛剛走了很久 整個人的感覺都很想很想吃麻辣湯底 真的很肚餓 但肚餓的時候看到湯還沒滾 特別難受 哈哈哈哈 跌了個響鈴 好肉赤 我想說我們吃完飯 去到現在走完Donkey 我們兩個人的電話都已經沒有電了 這個世界不會再有人打到我們兩個 太開心了 兩個人的電話連充電器都沒有 現在你再怎樣叫 都不會有人知道你去了哪裡 我們剛剛吃完東西之後去了 走了一會兒 然後就回家了 今晚一定要完成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選好了 之前在韓國拍片的照片 其實好像已經差不多選了三天了 選出來的照片其實不是選很多 聽起來大家應該都會覺得 我只需要選20張照片 但問題就來了 我要在2363張照片裡面 選20張照片出來 然後每一張照片跟一個動作差不多的表情 都會好像拍了10張 不過經歷了之前的兩晚之後 其實就已經初步 我想這裡選了60張照片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一起在這60張照片裡面 再選最後20張出來 讓大家看看這幾張照片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照影師去抱起我之後的連環 到底我是有多重啊我想問 你的樣子要不要這樣啊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不如一槍打死我的感覺 但我記得好像一抱抱了很久 其實我就經過我們一律劇烈討論 選了20張了 好了那今晚這條Flop就到這裡為止了 希望大家喜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